好,欢迎大家继续学习Cindy蒋迦瓦系列基础教程 今天呢,我们学习的主题依然是反复做某件事情之循环 只不过呢,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well循环语句 在学习今天的新课之前呢,我们先来复习一下for循环语句哈 请问同学们,你们都完成上次课的作业了吗? 请使用for循环语句实现一加二加等等等等加到一百的值 这个我们该怎么做呢? 好,就借着这个作业我们重新复习一下 一加二加三加等等等等一直加到一百 嗯,如果呢,是我们人来做肯定会想到捷径啊 一加一百乘以五十等于五零五零 但是呢,计算机呢,是一个很笨的东西 它呢,不会像人类一样去思考去寻找捷径 它只会很笨的做加法 而且是不断的做加法 也就是说,它这里要做九十九次加法 哎,做九十九次加法是不是就意味着反复在做加法呢? 而反复做加法是不是就是循环呢? 哎,果然是 但是呢,它在做加法的同时 这个加法的左右两边的数字是会变化的 啊,这个就是规律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该怎么做呢? 嗯,int我们用一个核 用这个核,summary的变量来接收加法的核 因为它要做九十九次加呀 每做一次加我都可以把这个加法做的这个结果 放到这个变量summary里面 接下来 for int x等于1 x小于等于100 x加加 这个x等于1 如果它在小于等100的情况下 永远都是加加 也就是说这个x是一个递增的 从1到100 接下来 summary先是0 summary加上x的值 因为x首先是1嘛 1加summary又负值给变量 summary 我们也可以写成 summary加负值x summary加负值x 两种写法都可以 我们来看一下 x等于1的时候 这个时候summary是0 0加1 等于1 这个1小于等100 是为真的情况下 紧接着x加加 x变成了2 好 summary是1的话呢 1加2 等于3 又负给summary 接下来x加加x变成了3 好 一直到100 最后的结果 我们看看 是不是50 50呢 好的 好 我们现在来编译一下 果然是5050 好的 这个就是上次课的作业 这样一个解决方案 接下来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今天要学习的 wire 循环语句 wire 循环语句呢 我们先看一下 wire 这个单词的中文 wire 就是当什么什么的时候 哎 当什么什么的时候 这个什么什么的时候 指的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接下来呢 哎 我们就修改一下 好 这个问方法 来看一下 wire 又是怎么一回事 inter x 等于1 好的 接下来 我写了一个 wire 语句 这个wire 语句呢 是这样子的一个结构 wire之后呢 跟的是 一对小括号 小括号之后 跟的又是一对 花括号 我们来看一下 小括号里面是什么呢 小括号里面是 条件 好 wire wire x 小于等于3 输出 x的值 好 这个循环语句 我已经写完了 我们来分析一下 会发现 wire 语句 这个小括号里面 写的也是一个 关系表达式 关系表达式 我们都知道运算结果是 真或者是假 好 当然这个表达式 可以很简单 也可以很复杂 但不管简单 还是复杂 它的运算结果 都必须是 true or false 好 wire x 小于等于3 这个花括号里面 是什么呢 花括号里面 就是wire 语句的循环体 也就是说 当wire 这个小括号里面的表达式 为真的情况下 就会去执行循环体 好 现在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流程 inter x等于1 说明哈 我声明了一个整形的变量x 并且把1复制给变量x 这个情况 这个时候哈 x是等于1的 1小于等于3吗 为真 所以会执行这句话 输出x的值1 接下来哈 还没有完 因为我执行完循环体 循环语句 必须重新回到判定条件 well后的小括号的语句 这个时候x依然是1 1小于等于3吗 还是小于又输出1 就这样不断的输出1 这是一个死循环 一直都停不了了 我们来看看java c test4点java java test4 哇哦 不断的在输出 你看它不断的在散 好 我用control加c 强行停止 鼠标往上走 输出了好多好多的e哦 好 这是一个死循环 也就是说当well后面的子具条件为真的情况下 会不断的执行循环体 循环体每执行完一次 又会回到well之后的判定条件 好 死循环可是很危险的哦 同学们 当你们的程序中出现了死循环 那就说明 很有可能内存会耗尽哦 会不断的在执行这个转圈圈转圈圈圈 永远都停不下来 好那我们怎么解决这个死循环呢 当我输出x之后 我让x自增 自增1 好我们再来分析一下 先是 声明x并且把1付给x 这个时候x等于1 1小于等于3吗 小于输出x的值是1 x加加x这个时候变成了几呢 1加1变成了2 自加1哦 好 执行完这句话以后又回到了x小于等于3吗 这个时候2小于等于3吗 小于等于输出2 好 输出2之后再自加x变成了3 3小于等于3 3小于等于3吗 为真继续输出3 好3自加变成了4 又回来这里4小于等于3吗 不小于循环结束 循环结束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 输出一句话 好 循环 结束 也就是说我会输出 123 好的 看一下 1123 循环结束 这跟我们刚才的分析是一样的 这个呢 就是 while循环语句 除了while循环语句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 do will do will的话呢 它是do之后 跟的是花括号 然后呢 will 放在后面 记得一定要写一个分号 现在我把刚才的这个 will循环语句 注释掉 请注意 这是 加瓦注释语句 两个斜杠代表注释单行 而斜杠心和心斜杠 代表 我这两个符号之间包含的所有的语句 都被注释掉了 所谓的注释就是不起作用了 好 我们把刚才的 刚才的语句 重新改写一下 我们用do will来实现 其实 will的话呢 依然是 循环判定条件 而do里面是 循环体 现在呢 我把will子句的循环体 复制到 do子句里面 接下来 我们可以来分析一下 这个do will子句的执行顺序 do will子句是 先执行循环体 再判定will条件 首先呢 我们执行的是这句话 inter x等于1 这底下的都是被注释掉的语句 接下来执行do do之后呢 输出x的值 这个时候是1 然后 x加加x变成了 2 然后执行完肚之后 判定will条件 2小于等于3吗 小于继续 回到肚子句 输出x的值 变成了 2 好 然后输出之后 继续加加x变成了3 好 3之后 判定will条件 这个时候 x的值小于等于3吗 还是小于等于3呢 因为它是3嘛 好 如果这个表达是为真的话 就继续执行do 输出3 好 接下来继续x自家变成了4 执行完x自家之后 进入到判定条件 x小于等于3吗 4小于等于3 肯定为假 跳出循环 接下来 system.out.println 循环结束 好 我们来 编译一下 看看输出的 是不是 123 就是我们刚才分析的结果呢 诶 果然是123 循环结束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问了 既然 这个dwell子句输出的 也是123 well子句也是123 那它们的区别 在哪里呢 诶 区别的话呢 其实就在于这个判定条件 为真还是为假 好 现在我修改一下 判定条件 好 让x小于等于0 诶 我们的初始至x就是1 所以x小于等于0 是不可能存在的 不可能存在 接下来 我们继续看一下 如果是duwell子句 x等于1 首先执行的是 度而不是well 输出x的值1 然后x自加变成了2 这个时候才会来判定 2小于等于0吗 肯定不小于循环中止 输出循环结束 也就是说 duwell子句会输出 x为1的这样一个值 看一下 是否是这样子的呢 诶 果然是1 那如果同样的情况 换成 well子句又会怎么样呢 如果是well子句在前的话 int x等于1 首先判定的就是x 是否小于等于0 这个时候1是绝对不可能小于等于0的 所以压根就不会执行循环体 会直接输出 循环结束 我们来看一下 是这样子的吗 诶 果然是这样子的 好 这个就是well和duwell子句的这样一个区别 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下哈 我依然把x小于等于3写上 if x等于2 诶 我在well子句里面写了一个 if语句 break 诶 我们在学习switch语句的时候哈 会发现switch语句有一个break字句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break字句在这里是起什么作用的呢 好 继续分析 x等于1 1小于等于3吗 会输出1 接下来自加变成了2 x等价于2吗 等价于break break的含义就是中止循环 也就是说它会跳出 well子句不再继续进行判定了 好 看一下 也就是说现在我只会输出1 诶 果然是这样 大家学会break语句了吗 好 如果break语句是中止循环的话 我们还有一句话 还有一个词句叫做continue continue是什么意思呢 continue是直接哈 不管continue后面有多少个词句 只要执行continue语句 程序会立刻跳转到well的这个判定条件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当x等于1的时候 1小于等于3吗 为处 所以会输出1 x等价于1吗 等价于所以continue 继续跳到x小于等于3的这样一个字句 也就是说这后面的语句都不会被执行 这个时候 x的词从来没有发生改变 它依然是1 1小于等于3继续输出1 让x等价于1吗 等价于继续continue跳到x小于等于3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整个程序出现了四循环 哇 不断的在闪 不断的在闪 直到我continue加c 终止掉这个程序 好的 同学们 这个就是will和do will字句 还有continue以及break字句 大家学会了吗 我们这节课到此结束咯 就是要做不错的 就是要做不错的 但是我看你 我看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